蝴鸡 我 段爷 太太不让我跟着 非让我回来 孙小姐 太太不让跟 你就不能偷着跟啊 回来也好跟段爷报告啊 可 可段爷没说让我 这事好让段爷自己开口说呀 我不走了 孙小姐 啥 开了 开了 钱 住 快点 钱 过来 快啊 快啊 下来 下来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他喝醉了 再喝下去会出事的 他会出事 老段的女人谁敢碰啊 又不 又不咬个电话回大屋吧 别犯傻了 一看就知道 是在大屋里面不高兴才跑出来的 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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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 我已经问过了 连司机都打发回去了 所以才该让大屋的人知道他在哪 你不懂 老段要面子 你可千万别捅破那张窗户纸 一会儿他要是真的喝多了 竟悄悄送他回去就行了 随速 不说司机都打发走了吗 反正不是你 没关系 欢迎啊 好 真好 真好 你赞成让黎天加入上回 我问你的话呢 什么时候轮得到我赞成反对啊 都知道六爺是最心疼自己兄弟的 为了他下跪磕头都愿意 他知不知道 我想到他和丽天的事呢 丽天告诉过他吗 六爺有烟吗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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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有 有 感谢观看